到时候每次就躺在草原上 嘴里拽着一个草根 就是看天空然后看飞机 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通用航空飞行员 一年来 格桑次人鼓足了劲 无差错飞行时数超过300小时 对于城市中的短途旅游飞行 他已经驾轻就熟 左边 对 在苏州接受了两年的飞行学习 格桑次人回到拉萨后 从城市短途飞行开始积累经验 想要成为更成熟的飞行员 他必须掌握高海拔的远程飞行 但教练认为时机未到 格桑次人克制着自己的急迫 接受更高海拔远程飞行前 繁复而枯燥的训练 就像我们刚才那个落地 你看我们在阿斯寺落地的时候 我们是左锹先接地对吧 左锹先接地以后我们要等右锹那么下 我们这个时候会往左边靠一点 你空气在10到20度之间 其实20度左右就是可以转过去的 你可以把速度稍微放小一点 你速度小 转完半斤就小对不对 你转大了以后客人会不舒服 长线的高海拔飞行 是一名飞行员成长的最好机会 格桑次人对自己的一些特殊飞行技巧和应激能力 还有些信心不足 但他清楚 欲速则不大 无数次重复单一的飞行动作 是打磨记忆 锤炼信心的不二法门 毕竟第一个训练科目就是选顶 选顶的时候 直升机架势感太敏感 怎么做都飞机平衡不来 师傅在一边说 自己眼睛里都是累 就想我们就是第一个这样子飞行员 能不能飞得起来 石操 琢磨 格桑次人满脑子都是飞行 他希望远程飞行的机会 可以来得更早一点 趁着假期 格桑次人和家人一起回到日喀泽 他儿时生活的乡村 屋外熟悉的草原 儿时不腻的游戏 亲人续道的家常 我走了啊 再见 这是成为飞行员两年来 格桑次人少有可以忘记飞行的片刻 很多藏族小孩都喜欢这个职业 也非常崇拜这个职业 但当时的话 西藏经济条件比较差 有这个梦想 但不敢去想 像我们这种家庭 从来没想过孩子会当飞行员 小时候他特别的挑 不是一般的挑 不爱学习的那种 整天就是像个疯子一样 一真的一上了高中以后 就整个人都变了 突然政府给了那么好的一个机会 其实他小时候就说 我要开飞机 那真的很奇怪的缘分 这是时代的馈赠 对格桑次人而言 只要把住方向 就能飞向远方 2017年 一项通行家扶贫的政策 在西藏落地 二十多个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 踏入了这个新兴的行业 格桑次人就是其中的一个 命运轨迹 就此改变 长大后 当上飞行 可以说是实现了自己 小时候的梦想了 我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 从老家回到拉萨不久 格桑次人终于接到 直飞纳木措的任务 期待已久的高海拔远程飞行 来了 驾驶只是飞行员工作中的一部分 对安全的高度责任感 对飞行的敬畏心 则更为重要 航前紧拿完毕 请做安全检查 手机转开 主要 我觉得在天上和在地上看的 感觉会不一样 所以专门取了这条航线来看一看 每一次安全飞行 都是飞行员 机务组 和塔台人员三封精准 默契地配合 纳木措 西藏最知名的圣湖之一 海拔4178米 这趟直飞航线 需翻越海拔 5190米的那拉根山口 变化万千的天气 风速 能见度 都是沿途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因为它是远处的话 有那个念青坎古拉山 近处的话 也有这个 我们的那么错的湖泊 就觉得就是很立体的 可以感知到整个 我们西藏的景观 有点像上帝视角上的 我们在俯视大地 能感知这个大地上的感变 高难度的飞行 自然有非凡的意义 格桑次人在这游客 用鹰的视角 领略西藏与众不同的状美 这也给了他额外的职业荣誉感 从学员开始到现在 只有一个梦想 就是独立飞行 然后仰望自己的故乡西藏 格桑次人远航首飞 顺利开旋 从学员到飞行员 再到主驾难度极大的高海拔远程航线 严苛的训练 让格桑次人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着 在世界最高海拔的晴空上 他们像雄鹰一样翱翔天际 肩负着责任和使命 飞向更远的地方 飞向他们触手可及的未来